Hello 亲爱的观众来源们大家好 我是萨全 大家好 我是阿尖 我们今天就打算挑战一个在日本非常传统的一个美食 可以说是美食 生鸡蛋拌饭 真的吗 生鸡蛋拌饭 你有看过就是日本的一些电视剧也好 动漫也好 我看过动漫就是他们就是一个饭嘛 直接就打了一个鸡蛋就弄了 对 直接就吃了 但是生鸡蛋应该很新吧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们这边就有吃的是土鸡蛋你知道吗 就是土鸡蛋好 土鸡蛋好 因为你知道吗 不是土鸡蛋我妈还不买了你知道吗 咱也不买 对 人家一定要土鸡蛋才好 土鸡蛋好吃也很高 在这个国内如果我们要用生鸡蛋去拌饭的话 这个里面细菌性还是挺多的 是吗 是啊 但是在这个日本 他们那里的鸡蛋 都是在这个无菌的环境下去培养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打算来试一下 这个生鸡蛋拌饭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 其实我也很期待 因为感觉动漫里和那些电视里 拍的就特别感觉特别好吃的那种 对 这个就是我们买到的这个无菌的生鸡蛋 好了我们首先先在这个饭的这个中间先挖一个洞 再倒一点我们这个酱油 这个酱油是楼下这个早餐店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鸡蛋给拌一下 把它这个拌好的之后就是这种样子的 感觉好像还可以的样子我感觉 对啊 闻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腥味 尝一口 尝一口 我有点紧张 我也有点紧张 好像也很难吃了 我感觉还可以 是还可以 这个口感就很滑 这个时候有一点泡泡的感觉 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 但同时也没有这个鸡蛋的味道 只有这个米饭的味道 还有这个生抽的这个味道 我感觉还是要加点别的东西 不然你真的要我 把这一碗吃下去的话 好像我们这个生鸡蛋拌饭也是吃完了 它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吃 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吃 没有那种腥味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果然中国还是吃那种比较重口的东西 好一点 它的口感呢 比较接近于就是 加了很多油的这个白米饭 很多人来说其实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剩下的还有这么多鸡蛋呢 平均两块钱一个 这个鸡蛋呢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 好了喜欢这些视频小伙伴呢 就可以点一波关注 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们 大家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